功过一身的李斯 第一集 李斯生年不祥 足于公元前208年 处上菜人 也就是今天河南的上菜西南 不一出身 入秦后为嬴政 献离间诸侯君臣之计 得为克卿 秦下逐克令 李斯尚书为此举 有害于秦 反以资敌国乃止 嬴政用李斯计谋 统一中国后 李斯官制丞相 坚持君主专制的 郡县制影响深远 并因而统治思想 反秦记以外的史书 和百家语 嬴政死 与赵高和谋杀太子扶苏 立胡亥为二世 屈其于恶势力 终为赵高所害 李斯是中国古代 即昭著地功过于一身的 个性鲜明的政治谋略家 李斯青年时 曾为郡中小吏 主管香文书事宜 常常在厕所中 见到老鼠辛辛苦苦的觅食 但得到的仍是污秽不堪的 可怜的一点点食物 饥寒交迫 且又常受人和狗的惊扰 惶惶不可终日 再看粮仓中的老鼠 吃的是人囤积的好粮骨 住的是高屋大厦 而且没有人狗的干扰 保时终日无忧无虑 他由此得出结论 人或贤达富贵或贫贱不屑 如同老鼠一样 关键在于所处的环境不同 由此他产生了择地而处 择主而逝的思想 这对他的医生取向 可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后来他投到当时大儒家 寻清明夏学习帝王之术 学成之后 他看到处王雄无大志 不足与为谋 又看到六国相继日渐衰弱 无从建立号令天下之起功 只有秦国经历了秦孝公以来的六世 特别是秦昭王以后 已经垫地了雄居于七国之首 可对诸侯国以旨气使 发号施令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 渴望代替以名存十王的周氏 而一统天下 于是李斯对寻清说 我听说得到了时机 不得怠惰 而应及时地把握住 当今各诸侯国倾力相争 游说者参与正事 而秦王想吞并诸侯一统天下 成就帝王大爷 这是智谋之士奔走效力 建功成名的大好时机 处于卑贱的地位 而不思有所作为 改变这种禁居的人 与秦寿无异 人的耻辱莫大于卑贱 悲哀莫甚于穷困 永久地处于卑贱的地位 困苦的境地 却表示非裔世俗 厌恶功利 自脱于无为 这绝不是世人的真实思想 所以我将西行入秦 去为秦王出谋划策 建功利业 这种责强而势的深谋原律 足见李斯的政治谋略 原高于同时代 众多的学士智者 特别是与同窗韩非 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他不加粉饰伪装 公开阐明自己奋力进取 追求功利的志向 又是他区别于绝大多数 巧于伪势 以退囚禁的世人之处 公元前247年 李斯满怀壮志 吸入咸阳 这一年 正值秦庄相亡病死 秦王正即位 李斯作为一国平民 想钻进统治阶级的核心中 去参谋正式 谈何容易啊 于是他又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 审时夺势 权衡利弊 最后选定了 以投吕不韦门下 为仕途的第一步阶梯 吕不韦是个智慧过人 巧于投机的人 他原是魏国的商人 一次到邯郸做生意 碰到被送来做人质的秦公子 义仁 义仁是秦昭王的孙子 秦太子安国军的儿子 安国军为太子时 宠爱夏基 夏基生子义仁 后来 华阳夫人进宫得宠 夏基失宠 义仁便作为人质 被送到了赵国 秦昭没发生大战时 义仁在赵国过得还不错的 但秦昭之战愈言愈烈 义仁在赵国的日子 就十分的难过了 吕不韦就是在这个时候 遇到了义仁 并在他的身上冻开了脑筋 吕不韦的父亲也是商人 吕不韦问其父 中庄家一年可得几倍力啊 其父说 好年轻啊 有十倍吧 吕不韦又问 那反珍珠宝玉之类呢 其父说 这呀 多的可几十倍 乃至百倍 但是风险很大呀 吕不韦最后问道 那若拥立一个国君 能得多少力呢 其父说 那可是一本万利呀 但是风险会更大呀 吕不韦说 只要力高 宁可铤而走险呢 自此以后 吕不韦就想法 结交义仁 拿出一千两黄金 赠给了义仁 并帮助他打通了关节 结交了民事 疑人身处逆境 从未有人这样热情相待 慷慨解囊 因此感激涕零 对吕不韦说 我继承王位后 我要把半个秦国封给你 后来 吕不韦用重金和花言巧语 疏通了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自己不能生育 就认了义仁为亲子 让安国君 理义仁为太子 公元前251年 秦昭王去世 安国君即位 这就是秦孝文王 吕不韦又将自己的爱妾 赵姬送给了义仁 据说 赵姬被送义仁之前 已经怀孕 送义仁后的次年正月 赵姬生子 取名正 公元前250年 秦昭文王去世 太子子楚继位 义仁被立为太子时 改名为子楚 视为秦庄相王 吕不韦当上了丞相 被封为文姓侯 赵姬之子正立为太子 公元前247年 也就是李斯如咸阳那一年 庄相王病死 吕不韦拥立13岁的太子继位 即秦王正 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秦王正继位时年龄小 大权握在太后赵姬 与丞相吕不韦的手中 吕不韦仗势着自己 与太后以及秦王正的 特殊关系 以秦王的重负自居 横行于朝中宫中 李斯投到吕不韦门下 并未讨得吕不韦的赏识 一直勤勉谨慎 胆心截律 终于受到了吕的青睐 被认为狼 从此参与正式 涉足于政治核心的大门 为他敞开了 功过一身的李斯 第二集 秦国自秦孝公任用 威央变法以后 国力建强 并收复了过去失守的 和谐之地 秦桧王时用张仪为相 司马错等人为将 向秦帝的周围 攻去了不少地方 到了秦朝王时 任魏冉为相 白起为将 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 兼并战争 如公元前293年 一阙之战 白起大胜韩魏联军 斩首24万 公元前279年燕之战 白起燕楚军民数十万 公元前273年 华阳之战 白起展赵魏联军15万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 白起坑杀赵军45万 等等 严重的削弱了 这些国家的实力 尽管有公元前257年 魏处和兵救赵于邯郸的 拜秦战役 但并没有挫伤秦国的缘起 秦国烧事整顿之后 又继续进行统一战争 时至周南王去世 名义上的周天子不复存在 使秦的统一战争 就名正言顺了 经秦孝文王 秦庄襄王 直至秦王正 秦完成统一大业 以成水道渠成之事 李斯敏锐地看到天下形势的变化 及时地把握时代的主流 明确认识到 这对秦一统天下 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大胆地觐见秦王正说 庸人常常失去时机 而成大业者 在与当诸侯 有了可攻击的侠系之时 当机立断去攻取他 过去 为什么以秦穆公之霸业 却始终不能兼兵六国呢 因为那时诸侯尚众 周德未率啊 因此能够五霸蝶星 更遵周氏 自从秦孝公以来 周氏卑微 诸侯相鞭并 关东成为六国 秦以自己的胜利 已使诸侯一立六世了 现在诸侯好像郡县那样 臣服于秦 以秦国之强大 秦王之贤达 歼灭诸侯 成就地业一统天下 犹如扫除罩上的灰尘那样容易啊 这是千载逢一的好时机啊 现在若有怠慢 而不急速的果断行动 带到诸侯重新赴墙 相互联合约纵之时 纵然有皇帝之贤能 也无法吞并他们了 秦王正是个由远大政治抱负的国君 李斯之言 郑重其下怀 不禁大喜过望 当众就折升李斯为常使 并对他的计谋一一采纳 如暗中派遣谋士 去游说诸侯 离间各国的关系 派人携了珠宝金箔 对各国的全臣名士众讳 以使其充当秦的内奸 对那些不受贿赂 对本国忠心不二 迎而成为秦国吞并六国障碍的人 就派刺客去杀他们 与此同时 又派了名将禁旅追随其后 相加以武力 战争中 欲强敌难以制胜时 由暗示阴谋 以假他人之手处置 例如公元前229年 秦大举公照 受到赵将李牧 司马上的顽强抵御 秦军久战不能取胜 秦派使臣潜入赵国 贿赂了赵王的宠臣郭开等人 造谣说李牧司马上 意欲谋反 赵王听信了郭开等人的谗言 中了秦的反见计 杀了李牧 罢了司马上 派了赵聪 严聚 接替了李司马之职 二人武功与之谋 君远不及前者 次年 王俭及大破赵军 杀了赵聪 俘虏了赵王 吞并了赵国 将赵都邯郸一带 划入秦国的版图 改称 邯郸 邯郸 犹如 齐国之中 仅次于秦的强国是齐 秦为破坏六国联合 特别是阻止齐国支援别的国家 就用重金买通首卧重权的齐国 向国后胜 使其不仅在秦 攻 汗 威 除 焉 赵五国时 做事不圆 而且自己也不做任何房秦的准备 公元前 二百二十一年 秦将王奔 刚灭了燕国 就直接南下攻齐 一路没遇到任何的抵抗 势如破竹 直取齐都 升秦了齐王剑 至此 从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至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王正 终于吞并了六国 完成了统一大业 其中 李斯的谋略所起的作用 是不容忽视的 功过一身的李斯 第三集 公元前二百三十八年 秦王正 二十二岁 按秦国的规定 到雍城 举行加冕礼 与吕布韦狼狈为奸的掌权宦官 长信侯 烙矮 趁机反叛 秦王正 果断 处决了 烙矮 四年 又查明 吕布韦 与烙矮 叛乱 有牵连 秦王正 早已对 吕的专权 深感不满 乘此机会 他就罢了 吕的丞相官职 遣送其 回到了封地 吕布韦 回到封地之后 又暗中 与其他国家 相勾结 图谋不轨 秦王正削去 吕的封地 把他发配到蜀郡 吕布韦 知道大势已去 遗阵自杀 秦王正一亲政 就除掉了 基于王位 实时炙手的 两大心腹之患 政治上得到空前的鞏固 这使秦王正更加抽搐满志 决心大力发展生产 以图霸业 首先 又发展水利 由蜀郡太首 李冰父子二人设计 并且领导建设的 当时第一大水利工程 都江燕 就是这一时期建成的 韩国 为了减轻秦国的军事压力 派遣了著名水工郑国 充当间隙 入秦建水利工程 以消耗秦国国力 秦王正 听说郑国来帮助 兴修水利十分高兴 派人随郑国到全国考察 在此基础上 郑国设计了一条饮水渠 自仲山引津水 向西到户口 作为去口 沿北山南路 饮水向东伸展 京津三元富平等县 在今大立县东南 注入落水 渠长三百多里 渠长后 四百万亩土地 可得到灌溉 但此项工程极为浩大 耗时长 费财务人力多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 秦王查明 郑国是韩国派来的奸细 一时舆论哗然 秦王非常生气 秦国那些一向守旧排他的宗师大臣 乘机向秦王进言说 所有的外国客卿 大敌是为其主充当说客 解细的 应当一律逐出啊 秦王想到吕布韦和郑国的教训 对此也有通感 一怒之下颁发了逐客令 规定凡在秦国的客卿 一律驱逐出境 李斯一再被逐之列 李斯本欲在秦大展宏图 为了遇此变故 决心求见秦王 臣名利害 但秦王却不肯接见 李斯步行离开咸阳 但仍不死心 苦心冥想 终于在途中写就一篇 建逐客书 转成秦王 书中说 我听说众臣动议逐客 我感到这种做法过分 昔日秦穆公渴求天下贤士 从不问国籍 从西方全戎之地得到鱿鱼 从东方楚国买来百里西 从宋国迎来简书 从晋国得到匹报 公孙之 这五个人都不是秦国人 而穆公重用他们吞并了二十国 从此称霸于西荣 秦孝公重用商鞅 实行变法一封一俗 人民得到殷实富足 国家得以繁荣昌成 老百姓愿意为国家效力 诸侯甘心对秦亲善服从 战胜楚 魏之君 库地千里 致使秦国日益强大 惠王用张仪的计谋 拢三川之地 西并霸蜀 北收上郡 南取汉中 包九一 致烟 影 东聚成稿之险 割高于之壤 破坏了六国合纵 使他们都习向侍秦 功劳因则至今 昭王得到饭居 对内实行了 费阳侯 竹华阳 强攻势 杜斯门 等一系列整肃政务的措施 对外禅食诸侯 使秦国成就了地 这四代君王都是任用克卿 使国家得到了很大的公益 由此观之 克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之处呢 假使四君王都将克卿拒之门外 疏远了闲事而不用 就不能使秦国有今天这样的强大和富足啊 如今陛下您得到昆仑之欲 具有隋诸和便和壁 装饰着明月之珠 佩戴着太厄之剑 乘坐先黎明马 见翠峰之旗 树灵色之骨 凡此诸中宝物 无疑是秦国自产的 而陛下您十分喜爱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呢 假如必须是秦国的物产才能用 那么夜光避之不适朝廷 西相之气 不为王之好 正为之女 不忠后宫 骏马决堤不识外旧 江南今夕不为用 西蜀丹青不为才 对物如此 那么对人则不是这样啊 不问可否 不论是非屈直 只要不是秦国人 就作为克卿 于律驱逐 这就是重色 月诸玉 而轻是人才啊 这绝不是谋取天下诸侯的好办法呀 我听说地广者良多 国大者人重 兵强则适勇啊 所以泰山不让土壤 因此成其大 河流不择西流 孤儿就其身 所以地无四方 民无异国 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缘故啊 如今逐客这种做法 乃是抛弃百姓 以资助敌国 驱逐兵客 以振兴诸侯 使天下之势 都不再西向秦国而来啊 这正是充实敌寇之兵 资助盗贼一粮啊 物品不产于秦 可珍贵的却很多 闲事不生于秦 而愿意尽忠者 却大有人在 现在逐客以资敌 损民以异敌 致使国内空虚 国外数仇怨于诸侯 这样要想求得国家没有危险 是不可能的呀 这样一篇 银骨玉金 高瞻远瞩 详识雄辩 字句铿锵的建逐客书 使秦王正 幻然悔悟 马上撤销了逐客令 派人追至黎山 召回了李斯 回复其官职 对郑国也继续重用 让他接着领导修渠 终于修成了历史上 仅次于都经验的 第二大水利工程 郑国渠 虽然耗费了秦国十年的功力 却使秦关中四万亩土地成物也 秦国更加殷实富足 所以李斯的建筑客令 及时地纠正了秦王正 一次重大的失误 不仅是韩国 好秦国力的计谋 如乙肉投虎 愚蠢至极 得到了为韩严数岁之命 为秦兼万事之功的结果 同时也是更重要的 是为秦国保留和继续 罗治天下人才 起到了重要作用 功过一身的李斯 第四集 李斯在秦王正收回逐客令后 依旧受秦王的重用 他也更加的惨淡经营 运筹帷幄 力图促使秦国早日完成统一大议 他首先清醒的分析形势 他看到 以往秦用远交进攻的策略 曾对禁林 韩魏进行了沉重打击 而远邦 赵 燕 楚 等因受秦 绥靖政策的影响 没有及时合纵抗秦 远 韩 卫 使秦得手 扩大了地盘 采取一系列鼓励生产的政策 鼓励日强 当今之际 完成统一大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应把握住这一时机对六国各个击破 他分析了各国的形势 认为韩国最弱 且为秦之近邻 应以此为突破口 先取韩 以恐他国 秦王正赞同李斯的主张 并让他具体的谋划灭韩之策 韩王安得知此消息 十分惊恐 急召公子韩非 商议旧王图存的办法 韩非为韩国贵族 早年曾与李斯同旧学于寻清 攻读行明法学之术 但两人选择的道路 却是截然不同 李斯择地而处 韩非却俊令雇国情绪家园 学曾归国 渴望力往狂澜 服设计于极清 振兴韩国 韩非一向学习勤奋 研究法家之学深得要领 能吸取法家的法术士三派之常 兼收并需融为一体 取长而用 并以此理论为基础 制定了一系列法家的政策 主要的如 加强君主集权 检除私门势力 选拔法术之士 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禁止私学 利益行赏罚 奖励耕之 谋求国家富强等等 他屡屡觐见韩王 但轰溃无能的韩王 却是根本听不进去 一心只在享乐上 韩非眼看着江河日 治下的韩国 治国者不求修明法治 富国强兵 围绕于国军周围的 尽是孤明钓鱼 俄于奉承之徒 连结中职之臣 不见荣于坚定小人 闲人志士 不畏所用 埋没于市井之中 对此 他忧心忡忡 痛心疾首 悲愤至己 于是 他总结古今得失 奋笔写下了 古奋 武舵 内储 外储 说林 说难 等五十余篇文章 流传于是 秦王正 读过韩非的 《古奋》等篇 拍案交据 倍加赞赏 叹道 寡人得见此人 与之有 死不恨疑 秦王正攻韩的 目的之一 就有略取韩非 为己用之一 韩非评诉 不受韩王安重用 到秦氏危急关头 才想到了韩非 急忙派他出使秦国 说服秦王 以图存寒 公元前234年 韩非到了秦帝 眼见国父明安 一派万象更新 蒸蒸日上的景象 知道这是个 英明国君 统治下的国度 在此英雄 可以一展宏图 韩非为之振奋 当即上书 秦王正说 如今秦帝数千里 雄十百万 号令赏罚 严明天下所不及 臣冒死 求见大王 尽献计谋 大王若能听臣之说 必一举而破天下合纵 王韩灭兆 降服 处为 亲服其焉 使秦成为霸王之名 君临四敬诸侯 否则呀 大王 斩臣失重 以戒为王谋划 而不尽忠之人 这些话 说得斩钉截铁 质地有声 使秦王 越发敬重和爱惜 汉非 就把他留在了秦国 向日后重用他 这种做法 立即引起 李斯和姚甲的不满 姚甲与韩非有私怨 秦王封姚甲千户之上 拜美上卿时 韩非曾对秦王说 这姚甲是魏国的大盗 赵国的主臣 秦用此人主持国政 何以勉力群臣呢 姚甲对此是怀恨在心 伺机报复 李斯则妒忌韩非的财学 韩非当年就学时 财学就在李斯之上 因为口吃不善言讲 更使他致力于著说撰文 日久则文笔日益锋利洗练 非李斯可比 李斯怕他受秦王的重用 夺走自己擅宠的地位 也怕他破坏自己 先取韩一孔他国的战略计划 于是下决心除掉韩非 他与姚甲互相侧应 以韩非出入秦时 曾上书秦王先罚赵 而缓罚韩等为借口 在秦王的面前 轮方诽谤 缠陷韩非 日久 使秦王正渐渐地 对韩非心生一斗 李斯见火候一道 不时时机地见秦王道 大王啊 韩非身系韩国公子 终究是心里向着韩国的 必然是不肯为秦国效力 这是人之常情啊 日后如果你放他归国 定然遗害不浅 不如寻他个过错 依法诛杀了事啊 秦王即已对韩非产生的疑心 便同意了李斯 不放虎给山之意 将韩非拘捕入狱 李斯怕秦王日久会明了真相 重新用韩非 就急忙派人送毒药给韩非 催出他马上自杀 韩非一入狱 就多方设法上述秦王 申辩其冤情 但李斯对此早有所料 于先已将牢狱各关节都堵住了 使韩非哭诉无门 只得被迫引致自杀 实为公元前233年 不久秦王正果然意识到 对韩非一这样不可多夺的旷世之财 拘捕是大错特错了 急忙派人去赦免韩非 但是没时意外 李斯害死韩非后 却把这位即法家思想大成者的理论 由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韩非死后三年 即公元前230年 秦灭韩国 功过一身的李斯 第五集 李斯入秦后 运用所学 客观地分析各国情势 不时时机地谋略策划 这些又多被秦王正所采纳了 经过十余年的纵横百合 南征北战 终于先后荡平了 韩 赵 威 楚 燕齐六国 于秦王正26年 也就是公元前221年 以秦军入齐独林姿 齐王田剑投降为标志 秦王正终于奋六世之渔猎 正长策而御语内 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义 李斯应公业卓著 累迁官至 庭位 位列九卿 秦王正由一方诸侯 变成了一统天下之王 地位和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觉得应重义地号 定制度 为此召集群臣记忆 李斯等人建议说 古时有三皇五帝 可他们管辖的地方不过千里 如今陛下兴兵诛伐暴乱 荡平了六国 统一了天下 这是自上古以来 未曾有过的壮举呀 三皇五帝岂能相比呀 为此和三皇五帝之尊 秦王正改称皇帝 由因他是正古至今的第一位皇帝 即称为始皇帝 以后继位子孙则依次称为二世皇帝 三世皇帝 从此秦王正成为秦始皇 为表示他至尊无上的权威和荣耀 将以前平民百姓 以可用于自称的镇 定为只有皇帝可以自称的专用词 并宣布今后凡重大的制度之命称为治 通常之令称为赵 为永久的维护自己的统治 秦始皇开始专心探讨治国安邦之道 他问李斯说 朕观前代史极 见数百年间常常是战乱迭起呀 这兵戈不息 哪一朝的帝王全臣 都难免成为百姓攻击的目标 而每一次动乱中 一些豪门大户 有总是争权夺利 趁势发迹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李斯进见到 依成看来 其主要原因是历朝历代呀 或者是不能明法 或者是执法不严哪 所以使得豪杰兼并 百姓造反 霍乱不息 陛下生命 只要严执秦律 使天下之人都做到另行禁止 哪一个还能敢作乱呢 这些想法得到了秦始皇的赞同 李斯进一步辅佐始皇 酝酿制定了一系列造法和法令 为防止百姓反叛 令民间原有的和缴获六国的大量武器 全部交出来 不准私立物 当时的兵器都为同治铸成 地方的郡守县令 把从民间收缴上来的兵器 都运到了咸阳 始皇命人 融毁兵器 铸成12个大同人 每个重达24万斤 摆列在咸阳宫门外 用以象征自己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为防止富豪大户 聚重其事 令各地12万户以上的豪文大户 迅速迁居国独咸阳 早年 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 就曾把各国的商骨豪身 牵移到巴蜀 这样即使他们背井离乡 失去原来植根于其中的土壤 失去世代居住和统治 所奠定的威望的基础 又便于朝廷 就近监督他们的言行 使其不能相互勾结反叛 为防止六国就不死灰复燃 东山再起 令全国险要地方 反城堡观赛 以及原来六国构筑的 堤防等统统的拆毁 使御反叛者 无险可惧 无赛可依 难于作乱 秦始皇与李斯商议 拟定了书同文的照例 李斯既有学问 又善书法 他找了胡雾靖等人 一起认真调查 研究了流行的各种文字字体 最后确定以小传文字为标准文字 逐步加以推广 为此 李斯做苍结片 胡无敬做国学片 赵高做爱丽片 作为十字课本 以加速推广统一文字的过程 这一做法使官府推行行政法令 民间传播文化 交流思想 都比以前大大方便 统一钱通行的货币 多以黄金和铜等制成 各国的货币不仅形状不同 就是轻重大小 也是不一致的 铜币中 秦国使用圆形钱币 齐国的钱币像小刀 赵国的像小铲 黄金的重量单位不同 有的以金为单位 重16两 有的以亿为单位 重20两 如此等等 给各地的交换 通商经济生活 带来诸多不便 使皇颁照例 全国通用两种货币 黄金为上币 亿为单位 重20两 铜钱为下币 以半两为单位 且把铜钱全制成圆形 中间铸成方孔 便于携带和交换 统一货币 更加促进了 秦经济上的繁荣 当时各国的 度量行也不统一 大小长短 轻重单位不同 进制也是不同的 如重量 秦义升 斗 胡为单位 位移 半斗 斗 中为单位 互相换算 十分的麻烦 复杂 秦守皇 又废除六国 度量行 全国一律 改用当年 商鞅为秦制定的 度量行制度 并颁发了 标准量器 在全国统一使用 修持道 定车轨 也是秦守皇 和李斯的 一大贡献 一次 邵府清 给使皇 造了一辆 冷可防寒 热可避暑 新颖华美 精巧别致的车子 众臣没车 赞不绝口 说皇帝乘此车巡游 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等等 独里斯 不以为然 他说 这个车子 造的倒是精美啊 只是陛下 不能乘坐 他巡游四方啊 众劫恶然 李斯慢慢说道 臣 刚才仔细量过了 这车两轮 间距是六尺 需要六尺车轨轨之路 才能行驶 而如今 天下道路 都是原来各国所开 有宽有宅 很不一致啊 乘这车子 怎么能远行呢 秦守皇 听完 恍然大悟 颁发了诏令 规定天下车轨 一律为六尺宽 又开始修筑 迟到 宽补十步 土高石后 每隔三十丈 直意轻松 如有什么地方 发生辩论 便于迅速的 调集兵马 这样的迟道 有两条 一条 由咸阳向东 直达燕旗 另一条 由咸阳 往南 直通 吴楚 后来 又接着修了 直道 新道 和吴齿道 等等 分别从咸阳 通往北方 西南 和岭南 等广大地区 使咸阳 作为全国 政治经济 军事交通的 核心地位 更加巩固 功过一身的 李斯 第六集 在统一六国中 李斯 作为秦王正的 重要谋臣 起到了 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他最大的贡献 莫过于 他在 驳斥分封主张 立主俊县之中 所起的作用 公元前 二百二十一年 秦王正 改称 秦始皇后 召集群臣 议定朝政体制 以丞相 王婉为首的大臣们 一致赞成 按周天子 当年的做法 分封子弟为王 到元六国 所在地镇守 米里斯 立牌忠义 慷慨 臣辞于殿上 他说 殿下 臣官 前代事迹 但见西周初年 周文王 母王所封的 亲属子弟甚多 而传的后世 亲属关系 日渐疏远 互相攻击 如仇敌一样 诸侯的兼并战争 更是不断的发生 周天子 已无法制止 最后导致了衰亡 如今 仪仗陛下的圣德 使天下统一了 应当便设郡县 派官吏去治理 皇帝的儿子 皇帝的儿子们和大功臣 可以立为封军 以国家征收的赋税 重赏他们 这既可以使他们富足尊贵 又便于国家统一辖制 天下没有分割之意义啊 这就是使国泰明安的好办法 分封诸侯的主张 绝不可取呀 秦始皇 的确不愧为千古一帝 依然赞同李斯的建议说道 曾曾深思此事啊 长久以来 天下苦于兵科 都是因为列侯对治 如今 依靠祖宗之德出定天下 若延习旧治 重新封王许国 这其实是在树立兵患 要想再求得安宁平息 岂不难宅 廷位之一 正合真意 可照此施行 当即 领李斯规划疆土 定名法治 以班天下 李斯按秦始皇旨义 召集了陈属 绘制了大秦帝国疆域图 依据山川走势 地理方位 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 与此相适应 在参考六国官制基础上 提出设置一整套机构的方案 大致是 中央设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为首的百官 丞相辅佐皇帝 总管一切行政事务 太尉 主管军事 御史大夫 协助丞相 并负责监察 这就是所谓的三宫 为中央机关的首脑 三宫以下 受负责各部门具体事务的九卿 主要有掌管礼仪制度 一轮正式的奉长 负责侍从警卫的郎中令 主管司法侦查审讯的庭位 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智力内使 管理皇室财务和官营手工业的少福等 地方分治郡县 郡设相当于中央三宫职务的首位 监狱使 郡守总管全郡行政事务 郡卫协助郡守并监管军事 监狱使监察郡物 县分大小两类 大县设县令 小县设县长 大小县同时都设县位和县城 县以下设县和厅 实厅为一厢 厅设三老色夫油角 三老负责宣讲法令 交化民众 色夫负责征收赋税 审理诉讼 油角负责巡逻之安 大约实历为一厅 厅设厅长 以上官吏都由皇帝和中央任免 从国库领取奉路 秦始皇对李斯的上述方案赞许道 李廷尉 您不愧是通古至今学识渊博 学过帝王之术的人 所作诸师 央央都何正义 李斯所制定的郡县制 与分封制有明显的优劣之分 生产力 社会经济的水平 决定着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脱胎于奴隶制社会的封建社会初期 国家制度处在初级形态时 国家的显著特征表现为 王权与神权 政权与族权 君与父 贵与亲的统一 因此国王采用宗法分封制度 按照血缘的亲书 将国土和百姓 像自己家产一样 分给子孙后代 分封初期 由于中央王权的强大 和血缘关系的密切 还具有较强的维系力量 随着亲属关系的逐代疏远 各分封国渐渐地就划地自治 雍献自首 诸侯之间就不再是兄弟亲属了 而是仇家敌国 相攻击如仇仇 而中央集权 由于分封 已削弱了其实力 渐渐地沦为于诸侯等同的地位 从而失去对诸侯的控制权威和能力 因此对诸侯的相残 天子不能禁止 春秋一来的历史就是时政 到了战国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国家制度也相应的演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 秦的统一六国是历史的必然 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 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 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李斯在这一点上 能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 力主均献制 缺手远见着实 继秦之后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 为情势所迫 封七个异姓诸侯王 结果导致了七王叛乱 平乱之后 刘邦又相继 分封若干同姓王 却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 爆发了吴 楚等七个同姓国王 大规模的联兵叛乱 到了四五百年之后的西晋 五帝有大风同姓王 结果又发生了八王之乱 研制后世 时有倒行分封之举 但结果都以战乱告终 这些都充分反映了 宗法分封制的落后和反动 由此也证实了李斯 在当时条件下 能坚持俊献制 难能可贵 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功过一身的李斯 第七集 秦则孝公以来 李七世都遵循着 一个共同的目标 统一六国 而不遗余力的奋争 到秦王正即位时 解灭六国已成为 摧枯拉朽之事 秦国内上智国军群臣 下到重将士卒 都同心同德 为统一大义而奋斗 这样 秦与诸侯各国的矛盾 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国内不同阶级阶层 不同政见学派之间的矛盾 被推到次要 从属的地位 但是当秦始皇 统一天下号 形势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元六国的臣民 特别是王公贵族 在心理上 一时难以接受 国破家亡的事实 怀着刻骨的仇恨 实时企图 赴国还旧 采取种种手段 包括刑似秦始皇 来达到目的 这个矛盾 一直伴随着秦帝国的诞生 到消亡 同时 元六国在理法制度 语言习俗方面 与秦差别悬殊 破坏着秦统一帝国的凝聚力 加之 秦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 不同政治派别 不同思想 主见的斗争 以及国内统治阶级 与劳苦大众的阶级矛盾 也随外敌的消灭 而渐渐激化 面对着这种重重的矛盾 秦始皇 及时的采取了 李斯的种种谋略 加以防范 但政治上的斗争 却必然会爆发 秦始皇三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一十三年 为清贺公匈奴 征百岳的成功 始皇治久咸阳宫大宴群臣 文武百官 争兴孔后 举杯致词 为始皇歌功颂德 博士仆社周卿臣 高声地向秦始皇赞道 从前秦帝不过千里 仰赖陛下圣明 萧平六国统一天下 如今由北拜匈奴 南福百岳 凡日月所能照到的地方 无物边幅 陛下废除了分封旧制 变治郡县 消除了战乱的隐患 百姓安居乐业 如此 彬彬之圣 可以传之于万世啊 这古往今来的多少帝王 唯有陛下兵甲父兄中 游乐观天下 有谁能和陛下的威德相比呀 周卿臣虽有夸赞取宠之嫌 但也毕竟是以事实为依据 秦始皇听完依然自得 可是偏偏有个叫纯于悦的博士 对周卿臣的话十分反感 他反驳道 陛下 城管古籍中所在啊 商周两代 一代一代相传了千余年啊 都是因为开国后 大封子弟功臣 有各国的诸侯故同辅佐的结果呀 如今陛下统一了六国 拂游海内子弟功臣 却未被加封 割地便说了军县 如果出现原先齐国填长 靖国六卿那样的乱臣贼子 企图篡夺王位 有谁来帮助相救啊 总之 这凡事不按古代的规制来办 而想维系持久的 我是闻所未闻啊 如今周卿臣又当面的阿谀奉承 以助长陛下的过错 实在不是忠臣啊 纯于悦的博士 虽严慈激昂 却有悖于社会进步 以周代而论 东西周继八百年 但名存实亡的时间过半 至于田长六卿 创国独位之忧 绝非分封子弟可以避免的 甚至恰恰相反 他本身就是分封时代产生的历史现象 但他所说的皇帝拥有天下 而子弟为匹夫 却不幸言中了 这一现象的本身 正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但子弟 功臣 因为曾受封 而不满者 是大有人在的 他们 与守旧的贵族势力 沆瀬一气 极力反对郡县制 怂恿分封 这倒是事实 围绕这一关键的问题 新旧两派政治势力的争斗 愈演愈烈 为此 秦始皇又将纯于悦之意 下达朝廷 让群臣记忆 丞相李斯说 陛下 臣一向以为 五弟不相殷 三亡不相习 古来治理天下的办法 并无常治 跪在殷实而已 如今陛下统一了天下 颁定了秦法 于府的儒家 岂能知晓 纯于悦所言 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情 年代久远 不足以效法 当时诸侯纷争 天下不宁 现在天下已定 法令归一 老百姓 安分守己 为农的 用力务农 为工的 专心做工 为官的 努力学习 和掌握法律 只是 有那么一些 读书人 不肯学习 现在的东西 而专学过去的东西 一股飞金 并造谣 获重啊 至此 李希的观点 基本是正确的 但是 他又却有向前 多迈了一步 从而 走向了谬误 他说 如果 对这些 尸骨飞金的行为 不嫁以禁止 上 则皇帝的权势 有所降低 下则 臣民 结党营私 因此 必须严禁 李思 讲完这些号 愚愤难笑 散席回家 又写了一封奏章 其中 把儒生 说成是危险事例 建议秦始皇 坚决制止 他们的 非法活动 并正式提出了 焚书的建议 秦始皇 立即 批准此意 颁布了 禁书令 规定 除秦国的历史 及医药 补挂 众术等书外 六国史书 及民间所长 诗书 百家语 等 一律烧掉 为令者 除以秦刑 并罚作四年 铸长城的苦意 有敢谈论 诗书 百家语的 除以 气势重刑 以鼓飞金者 居足连坐 官吏 知情不报者 与之同罪 焚书令 预布 官吏 哀户 搜书 全国各地 焚书之火 辨燃 绝大多数 珍贵书籍 难逃此劫 焚书之举 激起了人们 强烈的反对 焚书次年 即秦始皇 三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 二百一十二年 为秦始皇 寻觅 长生 不老先要的方氏 侯生 和卢生 怕骗局败露 就带上了索片钱财 逃走了 秦始皇大怒 赵群臣道 珍以前召集文学方氏 来秦国 是要他们辅政 炼丹 结果 纯于悦 借骨奉金 非一时政啊 卢生拿了后赏 反倒诽谤朕 并逃之夭夭 现在 咸阳卢生不下百千 必然还有以 妖言惑乱百姓者 睡命 御史大夫追查 诽谤朝廷的卢生 于史大夫 拘捕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 以酷刑 逼其认罪 然后坑杀于咸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焚书坑儒 功过一身的李斯 第八集 秦始皇三十七年 公元前二百一十年七月 秦始皇再次搜寻 西桓至沙丘 也就是到了今天 河北广宗县的城北 史皇并危 李斯万分焦急 万一史皇死于途中 后世如何料理 皇位由谁继承 本想问个明白 但秦始皇平时最具体死字 哪敢还开口啊 直到史皇自己觉得实在不行了 才把李斯赵高赵到了跟前 让他们草拟告命 传 长子扶苏速回咸阳 守丧继位 秦始皇 明仍带上喜音 速派使者送达扶苏 话由未完 便与世长辞 这时李斯轰了手脚 他想 沙丘与咸阳远隔千里 万一史皇死讯传出 准会天下大乱 便决定密不发丧 将遗体安放在一辆 遮阳通风的温凉车中 放下了车围 外面人什么也看不见 每天照样送饭菜来 此举竟忙过随行的人 足见李斯之独具匠心 但却给赵高 以可乘之计 赵高 元席赵国王室望族 如秦宫二十余年 申得始皇信来 命他辅佐少子胡亥 一次赵高犯了大罪 蒙义以法判赵高死罪 秦始皇念其敏于事物 特赦其罪 负其官决 从此赵高 生恨蒙氏 总欲寻击报复 蒙义是秦国名将世家 其祖蒙敖赴蒙武 兄蒙田 军履建战功 其与始皇长子扶苏 关系甚密 此时蒙田正在上郡 北域匈奴扶苏 也被派往那里 秦始皇一死 诸子大臣 面临着权力之争 一方以少子胡亥 宦官赵高为代表 另一方以长子扶苏 蒙氏为核心 在双方争夺中 丞相李斯的作用 举足轻重 赵高扣住赵书 对胡亥讲 皇上已崩 为封王诸子 而唯独赐长子赵书 长子到来 即立为皇帝 而你没有尺寸之地 怎么办呢 如今天下之权 存忙在于 你与我及丞相李斯 愿你能深思之 而且要知道 使人为臣 于为人臣者 致人 于受致于人 岂可同日而遇 胡亥年少吴某 终于同意 按照赵高之意行事 赵高深知 李斯不相从 此计难成 就对李斯说 先帝所斥 长子赵书及福喜 都在胡亥少吏 如今 欲是天子 仅凭你 我 之口 足矣呀 李斯 吃之为 亡国之言 不肯从 但赵高 掌握了李斯的致命弱点 强烈的权利欲 和贪恋荣华之心 于是 他进一步煽动 陈明 如果扶苏继位 李斯与蒙田相比的弱点 由此得出结论 进一步违比说 扶苏继位 必蒙田为丞相 你的君侯志位 必难抱权呢 如果 听了我的计谋 则可 常有封侯 事事成故 必然 乔松之寿 孔陌之志 如果你不从 则祸及自尊 足以至人淡寒 何去何从 妄速定夺呀 李斯 在这种 威逼利欧面前 心细自身 荣辱安慰 终于他就屈服了 他与赵高 胡亥 共同密谋 伪造一份诏书 命 扶苏 蒙田自杀 扶苏接到诏书后 不问真伪 拔剑自吻 蒙田 没弄清真相 未肯及死 让使者 压着自己 去了扬州 也就是 今天的陕西 张县西北的狱种 等待处理 但赵高 胡亥 必须斩草除根 先诛杀了蒙义 又逼蒙田 自杀于狱种 胡亥在咸阳即位后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于赵高密谋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杀害了二十多个哥哥 对朝廷 略持异议的大臣 也一个个的诛杀 李斯 自己也竟感到 时有不测之危 为此 他事事迁就退让 随声附和 助纣为虐 但他这种做法 恰恰 使自己 越陷越深 最后 充当了胡亥 赵高的 替罪羊 被腰斩于 咸阳市 实为二世 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 二百零八年 七月 李斯 是个功过 急于一身的 一代名臣 是个不惜一切代价 对功名利禄 滋滋以求的政客 他通晓古今之变 智慧超群 其谋妙计 全涌而出 为秦守皇 富国强兵 兼并六国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晋竹客书 不仅情死恳切 而且是秦国 得以广泛的 阎揽人才 代表了当时 有识之士的 见解 秦守皇 统一中国后 他力主 郡县制 以法治国 强化中央集权 对于历史的发展 具有进步意义 然而 李斯 毕竟是 封建社会的政客 利欲熏心 极端自私 谋献韩非 不但反映了他心胸的狭窄 济贤 渡能的本质 而且反映了封建社会 上层官吏们 政治斗争的残酷 至于 焚书坑儒 虽然是由于讨论 分封的问题而引起 虽然 其主旨 是为了巩固 统一政权 但 先秦许多文献古迹 都被烧掉了 知识分子 遭到了令人发指的迫害 使中国文化 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秦二世继位后 李斯 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竟然 扬谋阴谋 并失 赶索 胡亥的帮凶 并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 实行残酷的赞责之术 弄得天下 怨声载道 他已经完全走向了 历史发展的 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